感谢神每个主日我们也纪念主的复活 我们在这样子的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敬拜 这位宇宙万物的独一的真神 当我们说我们敬拜的是 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的时候 可能在有的人心中还没有信主的 不一定他们这么认为 世界上有两百多个国家 知道有多少的民族吗 世界上有官方的统计是两千个民族 当然有的如果是细分 可能要上万一个民族 在这么多的民族当中 有一个民族的历史 非常的独特 这个民族他的国家曾经被灭亡 两千六百年以后 却可以重新建国 这就是以色列 原因 原因是因为宇宙万物有一位神 这位独一的真神 他与以色列的历史是仅仅相关 我们的题目是 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 经文记载在 以色列书四十五章一到二十一节 神是历史的主宰 那我们来看经文的第一部分 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 我参扶他的右手 使列国降伏在他的面前 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 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 不得关闭 我对他如此说 我必在你前面行 修平积驱之地 我必打破铜门 砍断铁栓 在这个地方 经文告诉我们说 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 神兴起古列 降伏列国 耶和华的意思 翻出来就是 自有永有 这是一位自有永有的神 他存在于 万物之先 存在之先 他就存在了 他是先存的 万物是靠他而存在的 所高 那高的意思 就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 那在以色列的历史上 祭司 先知 君王 是被高利的 就是用油 高油倒在头上 那借着被高 表明被高利者 拥有担当这个职份的权柄 以色列人是知道 真正拥有权柄的 是他们所敬拜的 耶和华神 所以被高的人 等于是 从神领受权柄 他们担当这个职份 是神盖国章的 是神所许可的 但我们也必须 澄清一点 被许可不代表 被高的这个人 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都是对的 都是好的 不代表 以色列的 君王 祭司 都有好王 坏王 好祭司 坏祭司 有忠心 有不忠心 古列呢 古列是一个 波斯帝国的君王 一个外族人 怎么会被神来高利啊 心中有这样疑问的人 是站在 以色列人的角度 来看事情 是把神看作 仅仅是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神 祂是自由拥有的 祂是全地的神 地上的万族 都在神的旨意当中运行 连君王的心 在耶和华的手中 都好像龙沟里的水 随意流传 神可以使用地上的任何人 来成就神要拯救人的旨意 神可以高利 以色列人 也可以高利 外族人 这是神的权柄 我参扶祂的右手 使列国降伏在祂面前 我要放松列王的腰带 使城门在祂面前敞开 不得关闭 我对祂如此说 我必在你前面行 修平积区之地 我必打破通门 砍断铁栓 这个经文就表明了 古列能打败列国 苍驱直落 各成 不是古列和他的军队了不起 神说我参扶他的右手 是因为神赐给他力量 放松列王的腰带 使神使得列国 失去抵抗的能力 神做这一切 有他的心意 第一个目的就是为了 所拣选的以色列 经文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我要将暗中的宝物 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 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 就是我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因我仆人雅各 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 我就提名招你 你虽不认识我 我也加给你名号 我是耶和华 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 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 你虽不认识我 我必给你赎药 神借着先知以赛亚 宣告的事情 是在事情发生之前 150年就发出了预言了 让古列王可以供取各国 并得到他自己都想象不到的 各国的财宝 那这样做 神有他的心意 第一个心意是让古列知道 提名招他的 不是任何其他的人 提名招他的 是耶和华 是以色列的神 是这位自由拥有 超越万有的神 他也是以色列的神 来提名招他 是神自己介入 这样的历史 同时也是让人知道 是因着 以色列 仆人雅各 以色列一方面是神的仆人 也是神的子民 是因着以色列的缘故 所以就不是为了 波斯帝国 也不是为了 古列的宏图大猎 不是为了他们 是神要拯救他的百姓 因为先前以色列人 背逆神的时候 神惩罚他们 他们就被灭国 被掳了 整整七十年 那一代人都过去了 神要让以色列民归回 古列就成为 神所使用的仆人 神要拯救以色列民 让以色列民 归回耶路撒冷 这样的心意 就被显明出来 好让百姓 重新开始 有盼望 存留盼望 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特别 要留意到一点 就是经文告诉我们 说你虽不认识我 我也给你名号 古列并不认识神 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是原先不知道神 为信靠神 后来知道神的大能 也为信靠神 神赐给他名号 是为了神自己的心意 要让古列知道 我是耶和华 在我以外 没有别神 除了我以外 没有神 你虽不认识我 我必给你输药 是为了让古列知道 除了耶和华以外 再没有别的神 再没有神了 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 神当然知道 古列并不真正认识他 也没有悔改信靠他 神照样可以赐给他力量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有所反思 一个人可以经历 经历神的恩典和大能 甚至为神所用成就 了不起的事情 但这一切 本身并不代表 这个人与神 就有真正的生命关系 不代表神就成为他 唯一信靠的主 跟随的主 他顺服的主 敬拜的对象 神并不是他唯一的主 但如果神不是他唯一的主 不是他信靠 顺服敬拜的对象 不是他生命的主 那这个人 跟神没有生命的关系 这一切 还有第二个目的 不仅仅是为了 以色列的缘故 也是为了万民之道 只有一位神 我们一起来念 从日出之地 到日落之处 使人都知道 除了我以外 没有别神 我是耶和华 在我以外 并没有别神 所以神不仅仅要让 古列之道 神是独一的神 也要让世上万民知道 神是独一的神 所以神借着古列 彰显自己 就是独一的神 如何呢 我们看到 在以色拉纪 那个以色拉纪 那地方 古列王 他是怎么来宣告的 波士王古列的原言 耶和华为要应验 借着先知 耶利米所说的话 耶利米说 被鲁七十年以后 就会归回 就激动 波士王古列的心 使他下诈通告 全国说 波士王古列 如此说 耶和华天上的神 我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 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 为他建造殿狱 在你们中间 凡作他的子民 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重建 耶和华神的殿 只有他是神 愿神与这人同在 这是古列王原言 他登基 他就这样子宣告 让万国万民知道 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 因为当以色列人 背逆神的时候 无法彰显神的伟大 神就用一个外族人的手 外族人的口 来彰显自己 是独一的真神 目的是要万民 不在那敬拜虚枉的偶像 目的是要让人 来归向独一的真神 我们回过去看 整个历史的进展 我们就明白 神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 当巴比伦打败列国的时候 列国的百姓就知道 他们所败的不过就是偶像 没有用 当波斯王古列 打败巴比伦的时候 巴比伦的百姓就知道 他们所靠的也不过是虚空 那古列在这个地方宣告 耶和华神是天地万物的神 而且他的心意 是要他的百姓回去 重建耶路撒冷 重建神殿 所以他的权柄 是超越万国的 其实古列王所宣告的内容 背后的信息是什么 他的背后的信息就是 神要拯救他的百姓呀 而且神要与他的百姓同在 这个不就是福音吗 神要拯救他的百姓 神要与他的百姓同在 虽然古列王不明白 他所宣告的信息 背后的真正意义 但神的心意就是表达出来了 彰显出来了 启示出来了 神要拯救他的百姓 神要与他的百姓同在 所以神借着古列王所宣告的信息 不仅仅祈祷 让以色列被鲁归回 也是让万民知道 神的大能的作为 神要拯救他的子民 神期待 神期待万民来归向他 这个是神作为的心意 所以我们看第一部分 神是历史的主宰 神兴起古列 降伏列国 为了所拣选的以色列 为了万民 知道只有一位神 因为神要借着 这样奇妙的作为 彰显他是有公义 有恩典 有救恩的神 我们先来看 神是造物主 我们也一起来念 我造光又造暗 我施平安又将灾祸 造作这一切的 是我耶和华 驻天自上而低 穷昌降下公义 地面开裂 产出救恩 使公义一同发生 这是我耶和华 所造的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神是创造主 光和暗 平安和灾祸 都在神的掌管之中 他从天上赐下公义 在地上施行救恩 而且 神要使得和公义 和救恩 一同发生 一同被彰显 就是说 神审判罪的时候 这是 要让救恩 也写明出来 如何成就呢 当然今天 你我信靠主的人 都明白 这是耶稣 在十字架上 成就的救恩 在十字架上 罪被审判 耶稣代替了我们 在十字架上 人 蒙了拯救 所以是 救恩与公义 一同发生 一同被彰显 祸在 那于赵他的主 争认的 他不过是 地上瓦片种的 一块瓦片 泥土起口对他 转弄他的说 你做什么呢 所做的物 岂可说你没有手呢 祸在 那对父亲说 你生的是什么呢 或对母亲说 你产的是什么呢 神要让公义和救恩 一同显现 但有人不服 谁不服 以色列民不服 要跟主来争认 经文告诉我们说 祸在 那与创物主争认的 以色列民 他们自己遭苦难 被灭过 被掳掠 他们不服在哪 他们看到 外族人 先是巴比伦 后是古列王 也不见得比以色列好 却昌顺 还打败他们 神现在使用古列 称其为被高利的人 他们想不通 所以要与神争论 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把神 单单地 居限在为 以色列民族 成就事情 他们忘了 他们背虐神 没有办法成为 神心意的出口 神当初 拣选以色列民 是让他们 祝福万民的 成为万国的祝福 但他们却只看重自己 藐视其他 外族人 神拣选他们 是神的怜悯 先领导他们 不是他们好 是神的怜悯 先领导他们 神要期待 神也会 使得这个怜悯 领导万族的人 以色列人要成为 这样的见证 他们没有 当他们背虐神 不仅仅自己背虐神 也没有成为 神这样心意的见证 但他们 不明白 所以要与主争论 先知在这段的信息是说 被造物 怎么可以和造物主 来争论 你怎么可以怀疑 造物主的作为呢 就好像孩子 你可以抱怨父母 你怎么把我生成这样 不像那个明星 那么亮丽啊 不像那个人 一生下来 就有聪明智慧啊 就这个意思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道路啊 那接着经文 告诉我们 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 就是造就 以色列的如此说 将来的事 你们可以问我 至于我的种子 并我守的工作 你们可以求我 命定原文 做吩咐我 我造地 又造人在地上 我亲手铺张诸天 天上万象 也是我所命定的 神在这地方告诉我们 不要对神的作为 有怀疑 不要 我们都喜欢问为什么 尤其 尤其是在什么情况 尤其当事情的进展 与自己所期待 想象的不一样 我们就问 为什么 不问 也不代表是迷信 因为照着我们 所能明白的 神已经启示足够的信息 让人可以真正的信告他 其实神已经启示足够的信息 让以色列人可以信告他 我们可以问 但是要问对的问题 人要看看自己 做错什么 来寻求神 寻求神的心意 寻求神的心意角度来问 神在这个地方 就问百姓 通过这样的问法 让百姓明白一件事情 人能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吗 请问 你能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吗 我们当中有谁会知道 明天会不会地震 有谁知道吗 没有人能够知道 只有神掌管明天 那既然如此 人就应当明白 今天的遭遇 现在的遭遇 神难道没有他美好的心意吗 神照天又照地 把人安置在地上 神当然有他美好的旨意 照人在地上 就不仅仅是以色列民 而是全地的人 神都有其美好的旨意 所以神说 他是凭公义 兴起古猎 我凭公义兴起古猎 又要修植他一些道路 他必建造我的城 释放我贝鲁的名 不是为公家 也不是为赏赐 这是万君治耶和华说的 所以神 兴起古猎 不是古猎公义 而是神是公义的 他让古猎下令 建造耶路撒冷 建造圣殿 释放贝鲁的以色列人 写明神要拯救自己的百姓 神要拯救自己的百姓 这就是神的公义 不是为公家 也不是为赏赐 古猎王做这个事情 在人看来也是莫名其妙 因为他不是有所图 他不但不是有所图 他还从自己的国库里面 拿出钱来帮助修建城墙 事情就是这样进展的 超乎异常 因为这是神的旨意 为了一件事 神要写明 祂永远的救恩 耶和华如此说 埃及劳碌得来的 和古实的货物必归你 声量高大的西巴人 必投降你 也要输你 他们必带着锁链过来 谁从你又向你下拜 祈求你说 神正在你们中间 史外没有别的神 再没有别的神 首先不要读错了 这地方的你 不是指古猎 这地方的你 是指以色列 那埃及古实西巴 是以色列南边的三个国家 意思是什么呢 象征列国 无论你多么的强大 无论你多么的富裕 你也会有兴衰 但是 没有任何一个民族 能像以色列那样得到拯救 当这些国民思想的时候 他们就明白 以色列所敬拜的神 才是独一的真神 所以也想成为神子民的一个部分 那以色列人被鲁归回的时候 并没有立即产生这样的结局 那这样的结局 这样的景象 是指着耶稣基督成就救恩的时候 所显明出来的 这就是大卫 为什么在诗篇六十八篇那边 是这么说的 你已经身上高天 掳掠仇敌 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 受了贡献 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在 埃及的功夫 要出来朝见神 古诗人要急忙举手祷告 所以我们看到 使耶稣基督的救恩 产生这样的果效 同时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边看到 当耶稣从斯里复活赐下圣灵以后 当门徒们靠着圣灵来传讲 神的作为的时候 各地的人 包括刚才前面三个国家 这样的地方的人 他们就来到这当中都惊讶 惊讶愿意归向神 成为神的子民 后来当基督徒聚在一起聚会的时候 我们传讲神的道 包括今天一样 当我们传讲神的道 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 你有不认识这位独一真神的人 他们来到这个中间 不信的人来到中间 那圣经告诉我们 他们心里的隐情就显露出来 就必将脸浮于地 敬拜神说 神正是在你们中间了 这不就是过去 两千多年以来 教会发展的历史吗 教会的历史不就见证 神正是在你们中间了 正在成就 经文接着告诉我们说 救主以色列的神啊 你实在是自隐的神 凡制造偶像的 都必爆亏蒙羞 都要一同归于惭愧 唯有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拯救 得永远的救恩 你们必不蒙羞 也不爆亏 直到永世无尽 经文告诉我们 另外那些不信的呢 就是那些制造偶像 把偶像当作神敬拜的 把偶像当作神敬拜意味着 是用自己的方式来寻求拯救 他们的心被蒙蔽 看不见 看不见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 神借着拯救以色列 来写明他要拯救人的心意 他们把希望放在偶像身上 当然他要归于羞愧 归于羞愧的意思 归于永远的灭亡 而以色列 以色列人呢 我们说就是神的子民呢 就必蒙神 永远的拯救 不会羞愧 意思是说 因为真正的羞愧是最带来的 那在这地方的以色列民 当然就是信靠神 是以色列人当中信靠神的人 以后也包括 所有一切信靠神的人 罪蒙赦免 不知羞愧 直到永远 神永远的救恩就显明出来 那这一切 神的心意 都是为了 神是创造主 他凭公义兴起鼓励 神要显明永远的救恩 为了万民来称颂神 万民来称颂神 第一 我们仍当回应神的创造呀 创造诸天的耶和华 制造成全大地的神 他创造坚定大地 并非死地荒凉 而是要给人居住 他是如此说 我是耶和华 再没有别的神了 神的创造美好 神使地上万物新生 目的是为了什么 目的是为了给人居住 所以当我们看到 花朵美丽 小鸟欢唱的时候 他们在诉说神的美好 人更当回应神的创造 来诉说神的美好 人当期待神的拯救 在这地方 我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 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 你们寻求我是突然的 我耶和华所讲的是公义 所说的是正直 当年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后来带领以色列人 被鲁归归回 这个是历史上真实的事件 是惊天动地的事情 是许许多多的人都知道的 神没有在黑暗之地说话 而是用他的大能向人在说话 是让众人都知道 知道神的公义 知道神的作为 神的正直 要写明 神要拯救他的百姓 神喜悦百姓来寻求他 真正全心地寻求他 因为神的应许是说 寻找的就寻见 所以你们寻求我不会是突然的 但蒙了拯救的人 要成为见证 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 要一同聚集 前来那些台子雕刻木偶 祷告不能救人之神的 毫无知识 你们要诉说成名你们的理 让他们彼此商议 所以以色列人蒙恩了以后 经历神的拯救 就当像那些 还不认识神的人 敬拜偶像的人 来诉说神的作为 这样子他们就不得不思想 这一位神是怎样的神 因为神从古时 神一直借着先知 来宣告的 来宣告的 从古时就指明了 是从上古树说 不是我耶和华吗 除了我以外 再没有神了 我是公义的神 又是救主 除了我以外 再没有别神 神不断地这样子重复 是要提醒人 以色列百姓 你要向那些人来 做见证 古列 被兴起 是神早已预言的 包括以色列名 被掩护后来归回 都是为了写明 神是公义的救主 他施行公义 是为了惩罚恶 神拯救人 是为了彰显爱 地级的人都当仰望我 救必得救 因为我是神 再没有别神了 所以神会拯救以色列名 是让地级的人 救世界各地的人都来仰望 凡真心仰望 神的人都必蒙拯救 因为 最后神的救恩 要写明要领导 让仰望他的 信靠他的 就蒙了拯救 那神的子民呢 神的子民当来称颂神 我指着自己启示 我口属说的话 是凭公义 并不返回 神说的话 当然一定成就 那神在这地方 特别说 我指着自己启示 神说 我指着自己启示 不是神自己需要启示 而是要让听的人明白 坚定听的人 信靠神的心 神的话本来 出了就一定成就 最后是 万希 必向我归拜 万口 必凭我启示 人论我说 公义能力 唯独在何耶和华 人都必归向他 凡向他发怒的 必自蒙羞 以色列的后裔 都必因耶和华 得称为义 并要夸耀 所以最后是 万民都要归向神 在这地方 以色列的后裔 不是仅仅是指 不是指血缘上的后裔 不是 而是指一切信靠神的人 都要被称义 是因信称义 以因信心 来投靠神的 才是真以色列人 所以是信 神的救恩 信耶稣基督的人 才被称义 因为神的义 是借着耶稣基督写明的 我们这个时候 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 同等为强夺的 反道虚己 取料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被为 诚信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 身为至高 又赐给他呢 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 耶稣基督为主 是荣耀归于父神 所以是因 耶稣基督的救恩 万口向主敬拜 万息向主敬拜 所以耶和华神 是独一的真神 祂是全地的主 祂借着耶稣基督 来彰显 祂的公义和救恩 将神的爱显明 神要拯救人 要引领万民 来归向祂 这就是我们的主题思想 耶和华是独一真神 将祂的公义和救恩 一同彰显 要引领万民 归向神 我们一起来分享 应用的部分 讲应用 我要讲两个例子 两个例子都很精彩 是圣经的故事的例子 第一 我们要单单地仰望神 圣经记载 以色列有个王叫扫罗 他因的嫉妒 怕失去王位 他就用全国的力量 来追杀大卫 大卫随时都面临 生死的危险 大卫在这当中 有两次绝佳的机会 举手就可以杀死扫罗了 但大卫没有这么做 但即便他没有这么做的时候 就意味着他会继续被追杀 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一个人怎么会 选择情愿冒死呢 因为大卫 他对神的敬畏和信心 超越对死亡的惧怕 他不要用人的方式 来摆脱困境 他相信神掌管一切 必拯救他脱离危险 他单单仰望神 那你我可以有什么学习的呢 生活中 会不会陷入困境 会 虽然我们的困境没有像大卫的那么大 但我们面临的考验都是类似的 就是选择用人的办法来摆脱困境 还是选择等候神的作为 有个弟兄 在有段时间里面 他常常地给我打电话 打电话为什么呢 有几次是因为工作中有难处 有几次是与家人有冲突 有两三次是与教会某人有争执 他抱怨说 神为什么常常让我陷入同样的困境 我就跟他分享说 每一次困境来的时候 你都选择用自己的方式 什么是自己的方式 以恶报恶 以毒攻毒 来摆脱困境 那除非你真的愿意交给神 等候神 否则同样的功课还会继续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常常碰到 一二哉再而三同样的难处呢 你有没有想过神的心意是什么呢 无论是在工作中家庭中侍奉中 甚至有的时候 可能你是像扫罗一样 因着嫉妒 因着骄傲 因着害怕 你是选择用自己的方式 还是选择单单仰望神 第二 我们要真正的顺服神 真正的信心 产生真正的顺服 圣经记载另外一个故事 是亚伯拉罕的故事 神呼召他以后 他等了整整的二十五年 终于等到神所应许的儿子以撒 在这个以撒长大一点点的时候 神就吩咐亚伯拉罕说了 你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 把他献为番祭 你若是亚伯拉罕 你会不会顺服 问你 如果你是亚伯拉罕 会不会 对我很难 你所爱的是什么 你的工作 你的成就 你的家庭 你的孩子 你的侍奉 神说把这一切都放下 献给我 你愿意吗 亚伯拉罕顺服 他相信神的应许 他相信神能够使人 从死里复活 所以在顺服当中 亚伯拉罕信心的眼睛 看见 复活的大能 我们用大卫的生命 用亚伯拉罕的生命 因为他们就是历史的见证 更是信心的见证 他们用信心的眼睛 看见 耶稣基督的救手 他们向神而活 蒙神的缘 主耶稣来的时候 也是同样的呼召门徒 要顺服 主耶稣说 你们当舍己 来跟随他 做他的门徒 因为舍己是顺服的开始 就是把自我放在祭坛上 用十字架来钉死 因为当你我顺服的时候 从死里复活的大能 就要写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因为基督的生命 从我们身上就流出来了 顺服神 难不难 难的 这是每一天的功课 所以主耶稣说 你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 这样子我们就成为信心的见证 弟兄姐妹 最后 我请大家思想 无论 我们当中任何人 无论你有没有意识到 但我们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要么走向历史的尘埃 要么成为信心的见证 你我要如何回应呢 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求神开我们的眼睛 看见亚伯拉罕 大卫正在天上为我们加油 看见主耶稣用鼓励的眼光 在看着我们 但愿我们效法 大卫单单仰望神的信心 亚伯拉罕完全顺服神的信心 也愿主耶稣 基督的爱 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 这样我们的生命 就和神拯救人的历史 是紧紧相连 我们成为福音的见证 成为历史上信心的见证 我们一起祷告 爱我们的主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献上感谢 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 向我们说话 让我们看到 你的恩典何等的丰盛 你在创世之前 就让我们拣选我们 让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得救 历史上所有的人物 都将进入历史的尘埃 唯有信靠你的人 跟随你的人 是永远长存 愿我们都成为信心的见证 蒙你的悦纳 愿你的名被荣耀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